像新增、像刪除、像複製、像移動 比如說我的需求是這樣的 我希望能夠跳出一個input box 這個input box裡面就輸入一個名稱 這個輸入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假如說有重複的話 它就會跳出什麼?重複了 比如說東京 假設我今天要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按確定 那先判斷如果重複的話呢 就會自動判斷已經重複了 已經被使用了 那按確定就離開了 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如果我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今天不是重複的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像還有什麼名稱? 東京大阪、北海道 這也是長去的景點 那如果沒有重複的話 你按確定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放進來 類似像這樣 那放的位置 當然預設我們可以是在最後面 那如果說你可以讓使用者在選 你是要放在後面呢? 還是要放在前面呢? 還是要放在中間呢? 其實這個地方 位置都可以讓它在選取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稍微複習一下前面有講過的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放在最後面 而且新增的這個名稱 放在最後面之外 還要把名稱改成 就是跟使用者輸入的這個名稱是一模一樣的 按確定 就北海道 就出來了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 先判斷什麼呢? 是否名稱有一樣 第一個 如果一樣的話 就跳離 不要再往下做了 OK 如果第二個是 假如名稱沒有一樣 那我就自動幫它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把名稱怎麼樣? 改成我輸入的名稱 其實這個前面好像都有用過好幾次的 有沒有 應該還有印象 只是說呢 我們把它抽離出來 給各位再做一次練習 來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我先用一個input box 然後在這邊 請輸入新增的工作表名稱 那輸入之後的話 丟給這個name 這個name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我們先判斷一下 如果這個name是空白的話 表示說裡面沒填資料 zen is it sub 那is it sub 如果這樣 如果空白按確定 他就跳離了 is it sub就跳離 可是其實有時候 你會發現如果說 他還要再做一次執行 其實很麻煩 導步怎麼樣呢? 如果你的需求是怎樣? 不是is it sub 而是怎麼樣? 而是再讓他輸入一次 對不對 那一般你可能想說 如果我今天不是is it sub的話 那我就是zen 可能我這邊把它寫成這樣好了 寫成兩行四 不過會多出一個end sub end if 那什麼時候不用 像我剛剛是把 ed sub下後面 因為他只有一個敘述 很短的一個敘述 就放在後面就好 不用end if 如果兩行以上的話 你就要一定是end if 那你可能怎樣? 你第一個直覺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怎樣? 不要ed sub 可以怎樣? 再讓他 這個註解掉好了 再讓他怎樣? 再讓他貼一次 再讓他怎樣? 再讓他貼一次 OK 那可能就這樣 如果空字串 再讓他輸入 可是其實這樣 變成他再輸入 那再輸入你不是在判斷 對不對? 再判斷你這個地方怎麼辦? 是不是還在下面還在判斷一次 那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你會變成說 他又在空字串 那以後再判斷 一直寫著 寫不完 對不對? 所以通常不會這樣寫 通常會這樣寫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要讓城市 他再讓他跳回去的話 假如說 這個部分是VB的概念 如果我今天希望 城市跑到這裡不是跳鈴 而是跳回去的話 跳回去喔 這樣的敘述呢 其實在很多語言裡面都有 跳回去到上面去 繼續讓他輸入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叫做Label的概念 就是標籤的概念 標籤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跳到哪個標籤 比如說我要跳到上面這邊 那我就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標籤 比如說叫做ReInput 假設我今天給他一個標籤 標籤要用冒號 這個地方就會有一個標籤 ReInput的一個標籤 那我要讓他跳回去的話 就把這個 Eleast Sub怎麼樣呢? 把它註解掉 暫時留下來好了 因為將來如果要用到的話 那你就是GoTo什麼? GoTo 跳回去的話 GoTo ReInput 這樣子有沒有 他特別說 GoTo自動會變大寫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就講 再讓他跳到這個標籤的位置 繼續跑 如果他又空白 那又繼續跳回去 一直繼續的意思 所以這個標籤的寫法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OK 執行起來 如果他空白的 按確定會怎樣? 又繼續跳了 有沒有 直到你有輸入東西 我才能讓你往下走 這種寫法其實 還蠻不錯的方法 OK 可是如果他按取消 當然就會錯誤了 取消 你可能要額外再做判斷 那比如說 OK 第一關我們已經拉過了 就是說 第一關是 如果不輸入資料 那你就休想要往下走 對不對? 那第二關是 你輸入了 但是可能有重複的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東京好了 那如果輸入東京的話 可能你就會按確定 一定會A弱 為什麼? 因為工作表名稱 絕對不能夠一樣 所以呢 你可能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 要不就是把舊的刪掉 增加新的 要不就是怎麼樣 就是 再讓他怎麼樣 重新再輸入一次 可能先跟他講說 名稱已經存在了 請你重新再輸入 對不對? 所以如果東京 我的選擇全讓 按確定 我看一下 我跳到這邊來 OK 好,第一步是 如果有重複 那如果說有重複 我怎麼判斷呢? 其實有兩種判斷方法 上面是我們習慣的方法 下面是一般書上會寫的方法 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寫法有沒有 其實要怎麼知道 名稱有沒有重複 for i 等於一到序字點抗 意思就是說 把所有的工作表 通通都抓出來 之後怎麼樣呢? 把他的名稱也抓出來 名稱怎麼抓出來呢? 透過序字 有沒有,第幾個嘛 第一個先抓出來 他的名稱就是東京 東京跟音部的東京一不一樣? 一樣 這個時候 then有沒有 magic box 這個名稱已經被使用了 跳離 一樣 跟剛剛的問題一樣 如果說你今天 跳離了 那他等一下又要再按一下按鈕 他會覺得很麻煩 那怎麼樣呢? 我希望他重新跳出一個input bus 讓他重新輸入的話 一樣的方法 所以這裡頭我先取消一下 他好像不給取消 為什麼? 因為他永遠都空的 這下是麻煩的 所以如果要 假設你會發現 像這種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一直讓他停不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關掉也不行 關掉也不行 這時候有同學可能會想說 Ctrl-Auto-Delete 直接把椅子有直接結束掉 可是這樣也不對 對不對? 那你寫好的程式你沒存檔 你不是又要回過頭來 又要再重打一次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將來 各位遇到像這樣的狀況 程式一直在跑 無法停止的話 那該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有個技巧 記得一個組合鍵 Ctrl-按住 Ctrl-加一個Breaker Breaker是在Page Up上面 Ctrl-Breaker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停止了 適用在什麼狀態呢? 尤其是剛剛我們 Ctrl-Breaker應該知道位置 Ctrl-按住 再加一個那個Breaker Breaker是在中間 右上的那個 最上面 有沒有一排有三個 然後右上 右邊的那一個 Ctrl-Breaker之後的話 它就被中斷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像剛剛這種 你標籤一直在上面 它一直不讓你跳 除非要輸入的話 那你就直接Ctrl-Breaker 那這個 適用這種狀況 或者是說 有可能你的程式 寫了一個無窮迴圈 經常可能無窮迴圈 你停不下來 程式一再跑一再跑 你也可以Ctrl-Breaker 它也會幫你中斷 按針錯就可以 針錯之後 它會停在這裡 這個時候 你可以把它停止掉 暫時停止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把它改一下 也是Sub 我不要 我用什麼 我用那個上面 也是GoTo 可不可以啊 你可以嗎 如果說它有填到重複的 你就讓它什麼 GoTo Input 讓它繼續再跑一次 那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起來 比如東京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不會 這邊 GoTo Input 好 那一樣的名稱 執行起來 比如說我這邊輸入一個 東京好了 那名稱一樣 所以它一定會 按確定 它會怎麼樣呢 已經被使用 先Magic Box 按確定之後 跳回到Input Box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又跳出 有沒有 Input Box 所以不會離開 那這邊的話 除非你輸入一個正確的 比如說北海 比如說這個 北海道用過了 橫冰好了 是不是這個冰 好這個 OK 按確定 它才新增進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第二個是 有沒有重複 如果重複 重新再去判斷 那判斷的方法 這個是一個方法 這個比較簡 我是覺得比較好記 那一般的書上 你們看到一般坊間 那個 這個先我把它註解掉 一般的書 一般的書上面 尤其日本人寫的書 他都很喜歡用這種方式 下面的方式 下面的方式 這個下面的方式 跟上面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結果一模一樣 但是邏輯不太一樣 它不是用for i到哪一個 它是for each 一曲的意思是說每一個的意思 每一個 這個是一個變數 這個序詞是集合 這個集合是指的是所有的序詞 它是把所有的for each 所有的這個在工作表的集合裡面 一個一個拉出來 拉到哪裡呢 那sh這個是一個變數 我自己給它一個名稱 叫sh 拉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序詞集合裡面 第一個就是東京 東京就拉過來 那東京.name就是東京 東京.name 這個sh的變數有一個屬性 就是它的名稱 那名稱的話也是可以用這樣的比對 然後其他都一樣 所以這個方式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很多書裡面喜歡這樣寫 但是結果都一樣 那看各位的習慣 我自己習慣是寫上面的方法 那下面的方法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for each的寫法 這個是 還蠻 嗯 其實還 我覺得也不錯啦 也是用寫法 OK 好 那最後的話也是什麼 我們用 不是 我們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go to 用go to go to re-input 這邊把它搬過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新增工作表 並且重新命名 那這個前面做的還蠻多次的 有沒有 就是add after哪一個呢 冒號有沒有 血點抗 那把血點抗 最後那個的名稱 更改為 我們輸入名稱 就會是橫冰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總共會 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讓程式 重新再跑回去的話 其實就是 在這邊加個標籤 這個叫標籤 然後這個標籤呢 可以用go to的形式 讓它跳回去 不過就是怕說 它可能會有無窮迴旋的狀態 所以記得一個組合鍵 Ctrl Brea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底下的話呢 判斷是否重複了兩種方法 兩種方法 各位可以在 自己再 試試看好了 我們前面這個方式比較常用 後面這個方式呢 一般書裡面會用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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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